原來有這麼多方法可以在網路上賺錢喔 可是該怎麼開 也不知道賣什麼耶 這很正常啊 每一個人一開始都沒有粉絲 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夠賣什麼 更別說要在短時間之內就去變成網紅 這些事呢沒有辦法一步登天 所以我們現在來聊聊該怎麼開始吧 小美,你現在會用哪些通訊軟體呢? 我會用Instagram、Facebook、Line、Email 那你會看YouTube影片也會用Google去搜尋資料對吧? 嗯,對啊 所以,許多人上網會做的事情不外乎就是聊天、查資料、滑IG 或者是看臉書朋友的動態 既然如此,那麼如果我們也跟著做一樣的事情 你就和一般人一樣是個單純的消費者 可能會因為看到別人的貼文而去購買他們賣的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把消費者的立場轉換一下 讓自己從買家的思維轉換成賣家的思維 那該怎麼轉換呢?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在臉書或IG上面是看別人的貼文花的時間比較多 還是自己貼文的時間佔花的時間比較多呢? 應該是看別人的時間花最多吧 自己的貼文只是上傳個照片加上簡單的兩句話而已啊 不是大家都這樣嗎? 沒錯,大多數的人都和你現在一樣 所以大多數的人都是買家居多 但是你現在想做的是改變自己的未來 所以你必須開始做出改變 把大量的時間花在貼文 而不是去看別人的貼文 這就是我說的轉換立場 喔,好像懂了 聽起來好像蠻累的耶 你就當作是在分享好康資訊就好啦 當你一開始把這個時間花在自己的貼文 就會累積越來越多的資料 這就是我們說的數位資產 如果有人對你的內容感到興趣 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想要追蹤你 變成你的粉絲喔 問題是我要分享哪些貼文呢? 從我最喜歡的東西開始嗎? 沒錯,就從你最喜歡的東西開始 但是重點來了喔 你要思考的是 分享你喜歡的東西如何帶來收入 我聽說創業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一直做就可以成功賺到錢 這樣對嗎? 嗯,但是只對了一半 譬如說我如果很愛打電動 如果一天到晚打電動 或是我很愛聊天 然後就一天到晚去找人聊天 這也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但是這不會為你帶來收入 所以我們要思考的就是 如何把你喜歡做的事情 轉換成收入的來源 所以不斷的分享自己喜歡的東西 嗯,該怎麼賺到錢呢? 想想看我們上一節課 提供的五種網路賺錢的方法 來套用到你現在目前想做的事情 網路賺錢的五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去推廣別人的產品 你想分享的內容 有沒有辦法去幫忙推廣別人的產品 第二個模式呢 就是銷售自己的商品 你分享的內容 能不能找到相關的貨員 或是自己去生產 變成自己的產品來銷售 第三個模式就是 Google AdSense的廣告分論 你分享的內容 是不是適合放在 部落格或是YouTube的平台呢? 第四個模式呢 就是直播打賞 你分享的內容 能不能用直播方式和觀眾互動呢? 第五個模式呢 就是直接和廠商去合作 接業配 你分享的內容 未來是不是有相關的廠商可以合作呢? 如果上面這五點答案都是可以的 那麼你就可以開始去規劃 你想分享的主題囉 太棒了我覺得可以耶 我想分享讀書心得 美妝產品 保養品開箱 聽過的音樂 飾品包包鞋子 好多唷 可是我該從哪個開始做比較好呢? 剛開始的話 我建議你一項一項去做嘗試 從你最擅長的項目開始 然後去看看網路上的反應 來決定最後要專心在哪一個領域 為什麼不是一開始就做自己最有興趣的事呢? 因為一個人的興趣不代表專長 如果你只挑你喜歡的事情去做 但是卻不是你最擅長的事情 那失敗機率是很高的喔 例如 哆來夢卡通裡面的胖虎很愛唱歌對吧 如果呢 他一心一意把唱歌當成他的事業 你覺得會成功嗎? 阿舅舅你舉這個例子我就瞄懂了 好 我先一項一項的嘗試 再從觀眾的反應 來看看哪一項興趣最適合 當成我未來的主要事業 那我應該先貼文到哪些地方呢? 每一種平台都有它的特性 我會建議你把圖片和文章放在部落格 當成你的資料存放區 然後呢再把這些資料貼到Facebook 貼到IG、LINE的貼文串等等 各種的社群平台上 哇!感覺要花好多時間喔! 一定要放在部落格嗎? 能不能直接貼到FB和IG就好了呢? 不要怕麻煩喔! 記得我剛說過的數位資產的概念嗎? 所謂的資產就是個人財產 你辛苦用心寫了文章 如果只是放在社群平台 比如說臉書、IG這些平台的訊息 它只會短暫的出現 很快的就會被洗版 隔天就看不見了 但是你放在部落格裡 只要有人在Google去搜尋關鍵字 你的文章就很可能被搜尋到喔! 如果你的文章越來越多 被搜尋到的機率就會越高 也就是你累積的數位資產越多 將來就可以省下越多的行銷預算喔! 再說,把文章貼到其他的社群平台 其實也只是複製貼上的動作而已啦! 這其實不會花你太多時間的啦! 如何透過網路賺錢? 一、找出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二、分享自己的專長在部落格 與其他社群平台 三、根據觀眾的反應 來決定未來的方向 四、持續分享不要間斷 那與其他絕對不同 作丙東西 編曲